欢迎台湾总统大选的结果 南桥大本营的南加州呢 蓝绿阵营也分别举行了选情之夜 乡亲们呢是挑灯夜战 同步收看开票实况 不过呢由于呢开票之后 蔡英文是一路领先的 并且呢很快拉开了差距 蓝绿的支持者心情差很大 我们呢 加油 朱立伦 当帅 朱立伦 当帅 看电视转播 加油声听起来格外的刺耳 因为开票以来朱立伦一路落后 支持者抢眼欢笑 不断的祈祷 可是差距却越拉越大 最后输了三百多万票 兵败如三倒 总统和国会都惨败 勉奖切开胜利的大蛋糕 这一刻心情可以说是跌到了谷底 显然的我们会输掉 选举就有输有赢 南军为什么这一次都不出来投票 或者是南军这一次根本想教训自己 我想这个马政武应该要深切检讨 南军输到脱光裤子 四年后能不能再起 还是未知数 绿营这边看开票 小英一路领先 乡亲好心情 大荧幕看不够 年轻人还搬出手提电脑 多方的收看 掌握最新资讯 人潮越来越多 小房间被挤爆 最后换了大厅 大家都是想见证第一位 吕总统诞生 台湾民主化 总统执选才二十年 能够出一个吕总统 相较于美国来讲的话 两百年 可能今年会有可能出一个吕总统 迎接小英时代的来临 支持者送上满满的祝福 对新总统更是寄予厚望 全民自宪 不是修宪是自宪 希望能够有一个新的宪法 然后是符合台湾人民 跟台湾这块土地的宪法 而不是中华民国宪法 再去做修改 对 你希望台湾独立吗 当然希望 小英当选 国民党惨败这个结果 并没有任何的意外 不过小英未来如何要谈结台湾 以及要处理两岸的关系 她的考验 现在才正式的开始 以上东升新闻 魏宽吴中国 在洛杉矶的